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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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因此 公司看起来是广资的结构 五浪之后必然有反弹 所以对短期市场走势 应不必过于悲观 大家好 我是星爷 欢迎收看一周一次的《指指点点》 连续几期节目 我们分析行指反弹 如果无法向上突破21,120点的压力 則還有五浪下跌,要向下尋求19,845點附近的支撐 而恆指反彈最高到21,111點後截反 當時簡單判斷是四浪反彈結束,五浪下跌途中 向下尋求19,845點附近的支撐 由於科子結構上與恆指相同 判斷科子反彈未能向上突破4,700點壓力 並且跌破4,495點做確認四浪反彈結束 常照,市場衝高回落,恆指跌穿18,235帶點 與19,178帶點兩個帶點連線形成的常象趨勢線 找勢弱於科子,效市只有當最弱的指數止跌企穩 整個市場先會真正的企穩 所以,要注意恆指下跌五浪找完之後 指跌企穩和快速反彈拉起 恆指從22,449點高點開始的調整 無論是日線級別還是週線級別 都能清晰地看到一組五浪的結構 五浪之後必然有反彈 所以對於短期市場找債應不必過於悲觀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從22,449點走五浪下跌 從21,111點開始的下跌也會走五個小浪 正是因為五浪下跌結構基本滿足 市場是不能持續大跌的 一旦朝期線燒光腳陰線 特別下如果燒中大陰線 結構有改變,效市不用樂觀 結合到8月份下熱跡披露期 市場亦不具備大漲條件 因此判斷震盪市居多 科指目前仲處於3,463低點 與3,756低點連線形成的原始 常像趨勢線上方 著期支撐強弱 以及4,100點附近的支撐強弱 中述,市場等恆指五浪下跌結束 等止跌、企穩、反彈 落實到具體交易策略 市場止跌後搶一波反彈 逢低做口創 可考慮恆指牛證64938、64938 收價19,100點 科指牛證可考慮69928、69928 收價4,100點 好了,時間差不多 最後祝投資者買的都賺 我們下期再見 或者閉嘴